大家要真的跟着佛陀的脚步 跟着师父的脚步 成圣 这是我们今生最终的目标 特别你们的明知道 你是不是那三百人中的一个 不要我去说 你不是不是你得求个被接引法 不要去简单的 有人以为佛的三根本学是戒定会 就是开了智慧以后 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开了智慧以后 我的官可以做得更大 开了智慧以后 我可以怎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是魔鬼 这是撒旦 这是六亿天天魔 因为你的欲望无直线 什么是你的底啊 千万亿万 千亿 万亿 人这个是个无底洞 你赚了钱死的时候 现在在新加坡都是一个骨灰盒 骨灰盒的又不能装黄金 你也不敢用黄金做骨灰盒 那明天就被人盗了 把那个骨灰拿去撒了 又不敢 但你要钱干什么 你不愁吃不愁穿的时候 你还要钱干什么 这只不过是魔鬼在你的心中 你种了魔鬼的贪 春 痴 遗漫 五种魔 形成了五十阴魔 把你给包裹了 不能冲破 这个魔鬼的试探 然后种了魔鬼的伎俩 这一辈子成了魔子魔孙 死后剁六道轮回 特别是魔子魔孙 最后剁三额道的特别多 何苦呢 人生已经够苦了 为什么还要去下三额道啊 为什么这么没大脑 为什么这么没智慧 赚钱没完没了 名气大的没完没了 这么没智慧啊 这哪里是什么智慧 这叫小聪明 真正大智大慧的人 开了慧的人会动策六道 心空空如也 入发身见 空明里面献出六道喜乐 自己这就真的开了慧了 开了慧的人 没有一个在在人间 把人生的财务 作为设定目标的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